刚好最近是选举期间 在开始之前呢 顺便来分享一下之前当兵的小故事 也让大家知道 为什么我这么讨厌我们这区的立委 我记得那是106年7月13号 阳光明媚的一个中午 班长说我们这区的立委要来探访 并且有准备好吃的要给我们享受 让我们心怀感激的快点去食堂集合 而当我们赶到门口的时候 就已经闻到满满的大麦克的味道 而且还有一整排的饮料就放在隔壁 让我们对这位立委的感动已经溢于言表 更是扬言我们出去一定要投他一票 支持他当选连任 但是当我们满心欢喜 看到其他人正准备把这件汉堡搬过来的时候 他们却把这件汉堡搬去给我们隔壁桌的同梯 干!你知道吗?那是隔壁区的立委 请他们吃的啊!没有我们的 靠腰!我们就只有饮料可以喝而已 当下想想 算了,至少我们还有饮料可以喝嘛 结果喝了第一口才发现 干他喝的是无糖绿茶啊! 无糖绿茶你懂吗? 对一个台南人 而且是还在蹲苦咬的台南人来说 你竟然给我点一个无糖绿茶 我真的是圈圈叉叉的 从此以后 只要到选举 我一定跟我家人说 千万不要投他 如果各位立委有看到的话 请自重 要探监的话 请做好准备 好啦!离题了 让我们回到我们正规的篇幅 在环保意识高涨 净零排放成为主流的趋势下 许多高碳排的产业无不奋力转型 只为谋得一份生存的契机 然而 那时候 公司的市值从500亿美金 跌到连五分之一都没有 差点破产倒闭 然而如今 他不仅获得股神巴菲特的青睐 更是一要成为今年表现最好的 标普五百股之一 把科基业的一票巨头 Meta 亚马逊等等的 按捏在地上压得死死的 究竟 他是如何从谷底翻身 赢得股神的青睐 而他转型所提出的卖炭工厂 又是什么意思 就让我们继续的看下去吧 大家好 我是Coco 这频道主要就是分享一些商业故事 以及偶尔做一些带团遇到的事情 喜欢的话 也请帮忙订阅 分享小铃铛 废话不多说 就让我们进入这期的内容 石油公司的逆袭 一探三吃的转型之路 西方石油 创立于1920年的洛杉矶 早期便在当地从事石油探勘 以及开采 1956年的时候 经营不善 边临破产 却因为在加收打了两口探紧 都打出了石油 从此走上暴富之路 此后便开始一路高飞 扩展多样化的经营业务 并开始收购各类型的公司 扩大他自己的公司规模 直到1970年 西方石油已经成为了美国第40家最大的工业公司 而他的石油探勘 也开始把触手伸向国外 并开始大规模的在全球 从事油气探勘 还有化工业务跟天然气运输等等 不仅在秘鲁的丛林发现石油 还在英国海域发现了多块油田 让他的财富开始不断激增 最后他在1974年 更与当时的苏联政府达成了一项 长期农用化学品的贸易协定 效期更是高达20年 是当时苏联政府跟西方的私人公司 签订最长的一项贸易协议 更是让他的知名度逐渐提升 而后凭借着不断的收购 以及扩展本业的化工业务 更是在2019年又380亿美金 买下竞争对手阿纳达科石油 并在2020年成为福布斯全球企业第669位 然而没想到两年不到的时间 COVID-19的强势侵袭 不仅让原油的价格跌到负数 也让这家靠石油天然气发展的公司 面临破产的危机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就在大家都认为 哎呀这家公司已经没救的时候 股神巴菲特竟然出手救了他 从原本持股各位数的持股比例 直接帮他冲上了两层 而且后面因为获得 美国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股神又像主委一样继续加码 让他的持股比例更是高达26.8%的股权 甚至有全面收购的迹象 而因为这些资金的流入 不仅让他在今年的股价大涨超过140% 更是直接碾压一票科技巨头 成为今年标普500表现最好的成分股之一 然而你以为股神是看上他的石油或是化工产业吗? 这可能是原因之一 但更多的选者认为 最大一部分的原因是 西方石油开始转型 而它转型的方向便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因为它从化石燃料公司将变为一个碳管理的公司 在碳交易兴起的现在 减碳清零排放是每个企业智力发展的目标之一 而对于一些高科技、石化产业来说 这更是必不可少的投资 而西方石油的转型 恰巧就是瞄准这一部分 今年11月底 它将与加拿大气候新创公司合作 预计投资10亿美金 在全美最大的油田 兴建全球最大的抓碳工厂 预估每年将从空气捕捉50万吨的二氧化碳 并封印在地底深处 你知道这追谋不仅是全球最大的抓碳工厂的250倍 更是全球19座抓碳工厂它们相加总和的100倍 而且当美国其他的石化产业 都还在抛轰美国政府对于减碳 以及净铃排放的高要求时 它却早已找上比尔盖茨一起投资它的转型政策 甚至放下豪言 我们不怕石油和天然气转型啊 因为我们就是转型的一部分 而且我们的碳管理营收 在未来甚至加超越我们的石油和天然气 这段话更是让许多的投资者 都看好这家公司的未来发展 而在碳交易日渐频繁的未来 它更是提出一碳三吃的战略方针 从贩卖零碳原油到贩售碳额度 最后领取政府的补碳补助 这都将是它未来高营收成长的主要目标 而在零碳原油的方面 因为原油的产出 不仅需要打入大量的二氧化碳 来增加它的采收率 还时常会产生一些碳废物 然而这对于它来说 却是替产品加值的服务 因为补碳的这张技术 不仅可以让它们把那些产生的碳废物 做一个回收加持再利用 还可以帮助它们减少成本 去增加它的采收率 而另外在碳额度这块 全球最大的2000家上市公司里面 几乎快一半都有顺定净零排放的目标 而西方石油贩售自己的碳额度 给这些企业 让它们抵消碳排放量 便是它的计划之一 你可能不知道吧 就连空中巴士公司 还有许多家的企业 都早已是它的客户 而在政府补助这块 不仅美国、欧洲甚至亚洲各国 都早已有客户上门来询问这项服务 因为碳补桌 不仅能帮企业结税 甚至能让它们享有 政府的各项奖金优惠和补助措施 虽然现阶段的补碳技术和成本 尚未完全成熟 费用甚至比省下的成本还要更高 而且还有反对者之一 这会不会成为企业不减碳的借口之一 然而西方石油却无拘于这些威胁 而愿意为此赌上未来 因为它相信绿能以及减碳 在未来将会成为企业最高的成本支出 虽然补碳技术现在不一定能马上看出一个效果 但随着不断的优化制成 提高生产效率 并且靠着大规模的生产 它相信将可以为环境保护更近一份心力 也能帮越来越多的企业 节省这边减碳的成本 达成双赢的局面 而这就是许多投资者还有企业 看到他们的一个机会 在未来社会 节能减碳遭已成为全球国家的首要目标 特别是在进出口时所产生的碳关税 以及碳交易税 更是让许多企业费尽心力去思考 该如何避免的课题之一 而电动车的心情 石化产业的没落 也将与之息息相关 而这家受股神 以及比尔盖茨亲爱的百年企业 所提出的普探计划 究竟会在未来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 又或者它只是昙花一现 就让我们继续的看下去吧 以上就是这期的内容 喜欢的话 请帮忙订阅分享小铃铛 我是Coco 我们下次再见